大家好,我是高等仔 最近商台訪問了姜濤 問姜濤七七樂壇得獎後 究竟是怎樣 在商台的903節目 裡面會訪問到一些事情 其實當中我都看完整個訪問 發覺他也有些訊息表達出來 讓我高等仔這次又分析給大家聽 開始節目之前 大家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到我的後備頻道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高等仔 和大家分析娛樂 不是只說娛樂 話說他接受了商台的戚冊樂壇 謝西佳的訪問 當中牽涉到幾個話題 當中講到他的退休 可能是講笑式還是認真 可能是暗示 以及說創作歌手的心路歷程 他在戚冊樂壇跟謝西佳接受訪問 他就表示 即是姜濤就說 其實樂壇頒獎典禮之後 沒有什麼慶祝活動 他就在頒獎第二天 MIRROR已經要拍MV 那一天他就難得吃足三餐 我就當慶祝 平日吃多少餐 謝西佳問來 原來姜濤也會計算 尤其是拍MV的日子會更加注意 我自己這樣看 他居然說到吃三餐已經當慶祝 即是平日沒有三餐吃 因為作為一個明星藝人 他基本上要保持身形 吃得太多 特別是炭水化合物 就很難保持身形 上鏡就不會英俊 但另一個問題就是 姜濤在這個訪問中 他也說出 他最難得最慶祝的事 就是吃三餐 不是說他之後跟別人 慶功、慶祝 或者對他一些祝福的說話 即是說他對於吃很著緊 所以之前也有些情緒問題 其實有很多科學論證 就說減肥減得不太好 或者吃得不太好的人 很容易患上抑鬱疾 或是抗燥症 我希望姜濤留意一下 他也說 那天花姐也覺得他誇張 平日吃這個正餐 不會吃零食 我一天見到什麼都會吃 對他來說 除了音樂吃 是他第二重重要的事情 因為姜濤之前是肥底 很多照片 他之後減肥才變成這樣 所以對於肥人來說 吃東西是很重視的 我想姜濤也很重視 他當中也說到 他的新歌《鏡中鏡》 是他的親身經歷的 事前特別寫了一篇千字文 給填詞人韶克交代他歌曲的思想 姜濤說他入行之後 已經漸漸擔心日後的腦 除了可愛的形象 也希望讓大家看到他另一面 尤其是過去一年 他有質疑自己 因為外界也有很多質疑 特別是去年首獲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之後 令他開始懷疑自己 有什麼能夠給觀眾 去年初情緒一度很差 完全因為外界的聲音 各種原因 其實也有覺得他有點抑鬱症 甚至是去到中途去暈倒 他也跟自己說 加上身邊發生什麼事 令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覺得第一步要解決 他就是告訴大家 他是什麼人 無論大家喜不喜歡 他都問心無愧 至少他也很有勇氣 達出這一步 他去年推出一個 Masterclass這首歌 講一個反抗反擊的歌 是他在衝動不成熟的狀態之下完成 他本來想鏡中鏡在Masterclass後推出 透過歌曲以強烈的字眼去反擊 攻擊他的人 即是那些Haters 經常在高登仔下面留言 那些Haters 不過他一年之後就改變了想法 本身只是第一和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是想解釋 第二階段是想反擊 沒有第三階段 鏡中鏡就去到另一個階段 就是希望共存 當時他都沒有想太多 經歷了一年才發現 有一天仍然這樣走 就必須受到質疑 沒有辦法可以一直對抗 不如試試帶著這些聲音下去 謝西嘉問到他 最介意什麼人說他 什麼言論 姜濤就說 沒什麼特別的說他什麼都可以 可能會說他拍那麼多廣告 不是歌手 種種類似的聲音 令他開始質疑自己 幸好他內心的聲音 叮觸他一定會解釋方法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姜濤 你在訪問之中 這麼喜歡吃 其實是一個警號 你得獎 很多明星得獎 就說很開心 這個獎 令到我得到很大的成功感 歸屬感 證明花姐沒有教你怎樣 或者公關沒有教你怎樣說 我都看出來是一個很真的人 第二 你對於吃這麼重要 萬一不吃 很容易會有抑鬱 或者狂躁 很多科學論據都說了 所以儘量吧 儘量吃吧 所以 我自己看回這個新聞 還有他當中也有掛到 他講消息 可能下年退休也可以 其實可能正正反映姜濤 真的不太喜歡現在的工作 有機會 不喜歡的工作 但他可能喜歡音樂 他喜歡作曲 喜歡唱歌 喜歡和粉絲的互動 喜歡和姜濤 支持姜濤 幫助弱勢社群 這些和工作是沒有直接的衝突的 可能他真的不喜歡面對鏡頭 面對大家 面對流言蜚語 很少像我高登仔 去做這麼多段片 去支持你 我希望姜濤 真的聽到高登仔 對他的一些想法 還有我覺得他應該要放開一點 還有 其實坊間有一些 我不知道花姐 或者ViuTV 有沒有一些輔導員 或者一些社工 或者一些心理學家 去幫明星做輔導員 我之前找到一個頻道 是一些網上輔導的資訊 可以讓你們匿名 去跟專業人士聊聊天 但我又不記得製造去哪裡 Anyway 我也想說 其實你並不孤單 你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姜濤 例如跳舞老師 Walker 還有一些運音師 Anthony 他們都很支持你 甚至他們做了一些影片 或者一些社交媒體 去鼓勵你 我又覺得 你有這麼多人喜歡 那麼多人支持你 我覺得你真的不需要這麼不開心 還有那些Haters的東西 你不喜歡 就不要看 所以我自己的高等 就給你一個忠告 不用那麼介懷 還有 吃的東西 就盡量 盡量保持 可以吃到沒有就吃 吃不到就不要吃 或者偷偷吃零食 做多些運動就減肥 所以我暫時覺得 姜濤可以的 可以繼續下去 只要繼續努力就可以了 好 暫時就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析 繼續訂閱我的主頻道 和後備頻道 多謝